少女逼人演活春宫 父母年代判赔450万 26岁祖贤李丁琪 前年3月伙同三名男子 和犯案时才14岁的林姓少女 以及另一名13岁中姓少女 在新北市新双运动公园 痛殴洗劫一对大学生情侣 还逼两人当场上演活春宫 当晚这群恶徒 拿着水桶女爸和铁棍 袭击情侣 女大生奋力反抗 祖贤将他痛偶倒地 还用铝棒打伤他右眼 你再不起来就要打死你 随后将女大生架起拖网花圃 强迫义务 用数字和手指性侵 同伙少女在旁嬉笑 接着带来男大生 要情侣当众上演活春宫 你不来我就用铝棒筒进去弄死他 男大生只好假装黑袖 恶男孩推屁股 其他人旁观反攻 少女便用手机打灯观赏 迟到有人来 恶徒带走情侣衣服财物 离去前还威吓两人不准动 警方后来寻现逮捕 有名恶男女并判刑 被害情侣提出民事求偿 一审判决 三恶男需分别赔偿 被害男女各450万和600万元 但男大生认为 两名少女也全程参与恶行 要求少女及其父母 也要对450万赔偿 赶桥地院认为 少女父母确实为散尽 管教监督责任 判准去连带赔偿 董新闻新北报导 345万赔偿空 345万赔偿